對拜登來講他是真的急 所謂對大陸的電動車課關稅 不管課多少沒有意義 因為他們現在還沒有准許 大陸電動車可以賣到美國 可是他有一種宣示的效果 敲鑼打鼓 你看我課關稅了 目前這個顯然課不到 中國大陸商品的稅 美中的貿易戰越打越兇 先來看到美國最近又做了什麼動作 貿易代表署在5月22號這一天 再次的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還有他的這個電動車電池晶片 醫療產品再加徵關稅的措施 有部分將會在公眾意見徵詢結束之後 在8月1號生效 這當中大家最關心的幾個部分 包括在電動車的部分 這關稅可能增加3倍到100% 半導體的部分則是會一口氣調升到50% 相當高的稅率 另外在口罩、醫療、手套還有注射器 徵收25%的關稅 目前了解未來還有可能再變得更高 我們先來看到拜登整個美國 我現在都是傾向做貿易保護主義了 但是剛剛我特別提到了 電動車還是最受大家關注的 因為這稅率最高 不過還好呢 目前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電動車的佔比 其實只有0.5%而已 在全球的佔比來說 所以我們也看到說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是不是政治意義實質上是大於實質的影響的 委員怎麼看 基本上可能連政治意義都談不上 只是一個競選工作的一個嘴皮子的談話而已 怎麼會這樣說 第一個他所課的項目有幾個特質 所謂對大陸的電動車課關稅 不管課多少沒有意義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還沒有准許大陸電動車可以賣到美國去 而不准他賣進去的理由是 因為還沒有發給他們 車輛安全許可證 那沒有安全許可證不能夠出口到美國去 那你課這個關稅有什麼意義 所以這個是空的 可是他有一種宣示的效果 敲鑼打鼓 你看我課關稅了 第二個他有關於課太陽能光電板 他是課罪的時間是2026年 我都懷疑2026年美國總統是不是拜登 那為什麼拖這麼久有人說要很多廠商趕快囤積兩年的貨物 那兩年以後你還會再課罪沒有人知道 因為這個對美國很重要就是說 他們要的所謂的要整個氣候變遷 所以很多的美國的商店家庭都要改裝 或者加強裝更多的太陽能光板 如果沒有大陸的太陽能光電板 他也不想到哪裡去買啊 又便宜又好又容易安裝 那全世界體量只有大陸夠 所以這個也是空的 第三個空的更離譜 他對石墨以及所謂的鋰電池 這些原材料東西課 我們就納悶了 因為你美國的電動車沒有大陸的 你買這個電池要幹什麼 所以這種電池大部分都是說 你生產的時候要用的 可是你也沒有這種生產的工廠 第二個要不然你維修用 你沒有那個車子要怎麼維修呢 所以彼此摸摸摸還是繼續用 這個韓國LG的電池吧 所以這個都是空的 那我們要談一談 就是說對選舉有什麼幫助 對拜登來講他是真的急的 因為那個這個川普 在七個搖擺桌 不斷的說他要課重稅 什麼東西要課 然後有錢人要退稅 關稅要課來彌補有錢人退稅 所以你們大家可以增加 統治講的天亂亂罪 有沒有效 好像有效 因為從大概三月份的時候 七個搖擺桌裡面 川普是4比3 贏4週輸3週 還是有效 不是那個是在4月初的時候 到了4月底啊 竟然變成5比2 川普贏5個州 然後這個拜登贏2個州 到了5月初多少 7比0 川普贏7個州 拜登贏2個 一個州都沒贏 所以表示這個稅的問題 對老百姓很簡單能夠聽得懂 所以這個川普的民調 在7個州全面都贏 那拜登急了當然要推出一點 不管能不能課到稅 至少我有要課稅 要不然你想想看 這個電視上每天播出的 那個川普的演講就是 I'm a tax man 那種氣勢很夠 然後拜登不趕快跟上去 I tax you 這種動罪還要做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選舉的花招 那誰選上美國總統 課稅內容會不會一樣 不會 但是對中國大陸產品課稅 是一致的方向 但目前這個顯然課不到 中國大陸商品的稅 所以可能最後還是要 像那個川普一樣全面課稅 一律課稅 那可是問題全面課稅 一律課稅的話 會課到更多歐盟的稅 更課到更多加拿大的稅 這個可能他們要仔細想一想 好所以選舉的意義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大的 我們要繼續來觀察 那也包括了在歐盟的部分 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萊恩 最近也指出說 如果說證明中國大陸 他的電動車的國家補貼 確實是非法的話 那麼將會 歐盟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會 徵收這種針對性的一個關稅 針對美國跟歐洲 我們看到各種制裁 現在中國大陸也做出反制了 他的反制是 我們來看到這一位 是貿易遊說團體的 歐盟中國商會表示 北京接下來可能會考慮 將歐美大型引擎進口 汽車臨時關稅 上調到25%左右 請問上次哥如何看 北京的這個動作 然後大家也在說會想到 有點類似 會不會做出類似川普時期 以蘋果為這種 這種季旗作為談判籌碼 其實現在中國大陸對於美國 會對歐盟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那麼我想對歐盟的部分 主要還是在於歐盟的部分 包括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 在中國大陸的各種投資 其實汽車產業來講 包括BMW、Benz、Audi 這些在中國大陸生產 包括銷售的中國大陸 乃是生產之後 銷售到其他國家的比重 已經很高了 也就是說 在跟歐盟對抗當中來講 如果真的是歐盟 要丟出關稅這個東西的話 大陸其實是有牌子 手上有東西可以來對抗的 而且是立竿建議 所以歐盟在這點方面來講 一定會比較謹慎 但對美國確實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 就像剛剛蔡委員所提到的部分 在這一次宣布 美國方面 對於中國大陸的科成 那麼高的關稅 可能是實質統計起來 就像剛剛講 有些東西都沒進來 有些東西是小眾的 或是特殊的產業的 並不像過去關稅 是影響到製造業 或者是民生消費很大宗的 直接對 甚至對於美國的 包括通膨會產生影響 這些在新貿影響 其實是很小的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中國大陸對於這次關稅 所以目前看起來 其實反應頻頻 那麼 稍微講一下 批評一下 抗議一下之後 並沒有感覺到 會有強調拿動作 而且我們要知道說 其實在過去在歐巴馬時代 當時的部分拿蘋果 懲罰蘋果 那麼讓美國政府能夠屈服 那個年代 可是企業 美國企業對於美國政府施加壓力 美國政府會退縮的 可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在這個部分 已經在中美對抗的一個大的解構 而且尤其都知道 現在其實中美對抗這件事情 做一個戰略高度的時候 美國現在其實是有三個重要的戰略策略在進行 首先第一個就是關稅 第二個部分就是 美國對於自己包半導體的這些自由的補貼 第三個 就是在國安的條件之下 各種行政的限制措施 這個是非常靈活的 也就是說 他這個三大戰略在打中國 對抗中國 無論從產業 乃至到最後整個國力的競爭 美國的彈性的部分其實非常非常大 不再像是只是你關稅 過去你打我的小孩 我打你的小孩 在這個層面 對 所以現在我們在看待美國所有的關稅動作 就要去洞悉它背後的動機 如是蔡委員剛剛所提到的 這一次的部分就是為了選舉 我完全同意這一點 實際的動作很低 那麼但是未來在接下來 因為畢竟大家越來越會有很糟 包括接下來520之後呢 中美關係開始陷入一個比較緊張 跟難以辯論 難以辨別的這個狀態之下 有沒有可能這方面會開始擴大 我們還是要觀察 好 美中現在持續互打 我們要來看到美國他現在找上了盟友來幫忙 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 5月21號這一天在法蘭克福演講中 特別提到說 美國和歐洲領導人必須要解決 中國大陸的產業政策問題 那這當中他特別提到的是 要對全球清潔能源產業 中國大陸造成的威脅 那他也特別提到說 中國大陸所生產的新山樣 特別在鋰電池還有電動車 跟太陽能等關鍵產業 其實現在這些生產的需求 是遠大於現在全球的需求的 我們現在要來關心的是 請文家老師幫我們看 G7馬上在義大利要舉行了 有辦法獲得歐洲國家的力挺嗎 你怎麼看 我覺得應該會受到力挺 因為其實 早在去年5月份 在日本的廣島 它的G7 那時候已經把這個 中國的這種所謂 對中國的一種去風險 它已經把它放進去了 那之所以去風險的原因 當然是要降低 對中國的依賴 所以幾個理由 可以自稱它是會 歐盟會配合美國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 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等於說去風險 尤其剛剛主任講的 不管是電動汽車 或是鋰電子 或者是太陽能等等這些 其實中國它現在這個產品 都非常的低廉 那當然如果說它一直沒有限制的話 可能會對它的這個產業造成很大的一個 本土產業造成很大的一個衝擊 那此外還是講到保護自己的本地產業 因為畢竟在歐盟有共同的利益 因為如果說你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 因為中國的這個商品很便宜 當然有競爭率 那自然而然它這個產業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造成以前的那個所謂的 中國會變成一個中國 所以世界的工廠是來自於 它有所謂的人力 勞力 還有它的這個電力 水力等於這些東西 那來造成所謂的這個設廠的一個優勢 那當然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一個政治跟經濟的聯盟 因為畢竟這個在歐洲呢 其實從這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然後到所謂的歐盟等等這些 其實它在在的呢都是凸顯說 歐洲跟美國之間呢 它就是很典型的 傳統性的 是一種政治跟經濟的一個聯盟 那這樣如果說它能夠加強 跟美國一個合作的話 那當然自然能夠去對抗 來自於中國的不管它的經濟 或是技術的一個挑戰 那當然如此這樣 不單可以連結美國跟歐洲的一個連結之外呢 那當然也能夠提升呢 歐洲在全球經濟的一個話語權 跟一個影響力 所以這整個綜合起來呢 我覺得歐盟還是會配合美國來處理這個事務 好 我們持續看到是 美國其實對中國大陸的制裁也會 這當中涉及到台灣 也跟台灣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可以觀察到是北京 連著都好幾天特別宣佈以涉台因素 要來對美國發動反制 這個是北京的部分要對美國發動反制 好 先前呢還記得嗎 總共是有四家的美國軍工企業 被列入了不可靠的實體清單當中 那接下來在5月22號之後 一口氣又宣佈要制裁 12家美國軍工企業 還有來自10名的高層 而且是即日生效 我們看到白宮方面 當然針對此是說呢 堅決反對中國大陸的制裁 想要請教文家老師 我們繼續來看到 北京現在向美國還有相關企業 個人發動反制 是要警告這些所謂的外部勢力 不能向台獨發出訊號嗎 那當然啦 其實這次北京呢 對這個美國軍工企業跟個人呢 他採取了這個制裁措施 其實他 我就認為他這個被視為一種是警告 而且呢 他就是剛剛主任就講的這種介入 反介入 你這個不要 外部勢力不要介入到台海的問題上 那而且呢 他要向這個台獨 發出這個 這個一個警告的意味是相當大的 所以看起來他幾個一個戰略目的 大概有一個第一個 要強要傳達中國對這個 這個反台獨 反介入的一個 嚴正的一個立場 那當然呢 其實他也在另外一面要削弱他的一個 所謂的軍事合作 因為透過軍事合作 就可以增強對中國的一個 軍力的一個威責 那當然他透過 你不讓這個所謂的軍工 美國或者跟台灣做一個 他們認為勾連 那當然就是要削弱 這個台美之間的一個軍事合作 那當然還有 要去影響美國的一個 一個內部決策 因為這個決策呢 會丟到美國去 讓他內部有所 大家有所激變 就是說到底是不是 要去協助台灣 共同防禦台海的一個危機 那這樣子會讓你內部 美國內部呢 做一個分化 那此外呢 當然還有展示他的戰略的一個強度 因為從這個賴總統 他的國慶這個談話之後呢 其實我想呢 這個中國呢 他也會透過 不管是軍事外交 來對台灣或是對美國 就是支持台灣的這個一些勢力呢 來發出一個 非常的一個戰略的一個訊號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也要回應美國的行動 因為其實 因為隨著這個美國呢 他現在展開 剛剛提到的是 對一個貿易的一個制裁 或是聯合歐盟去做一個 他的一個產業的一個制裁 他當然一個反制裁 因此他選擇這個軍工 是美國的企業的中中之重 來做一個有效的一個反擊 我想這是幾個層面來分析呢 其實 這是中國對美國這個軍工企業呢 跟個人制裁 就是在做一個反台獨跟反介入 美國的新科技制裁動作再擴大 5月14號這一天 白宮宣布 將會對中國大陸的產品 寄出更高的懲罰性關稅 好包括項目我們來看到 這當中電動車受制裁是最大的項目 從現行25% 我們看到他一口氣增加到了4倍 原來的4倍來到了100% 代表售價 只要1萬美元的這個比亞迪的車年代 在北美正式宣告終結了嗎 今天來關心 其他關稅制裁的部分 還有針對什麼呢 太陽能的電池關稅 從25%提升至50% 離電池從7%增至25% 半導體也增加到50% 整體來看 我們看到這一次針對 中國大陸進口的產品關稅總金額的部分 來到了180億美元 這個金額是相較2019年 當時川普301條款制裁價值 3000多億美元商品金額比較小了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了 這一次課徵關稅的項目 清一色 剛剛念了很多的產品 都是跟戰略產品有關係的 影響也是不可忽視 今天我們要來關心最新的制裁 對中國大陸影響到底有多大 還是反倒會造成 美國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製造產業還沒跟上來 導致當地通膨持續的升溫嗎 今天我們來一次做解讀 先來關心究竟這次拜登政府 寄出的新關稅措施 能否擋下來自大陸的進口商品 美國通膨都還沒有解決 現在要加增關稅 有辦法逼回美國來做這個 美國製造業嗎 大謙委員怎麼看 我想這可以分幾點來做個說明 就是第一點 拜登要採取的這個新關稅措施 其實是為了要挽救他今年底的總統大選 所以他不得不要採取比川普更為反中 更為保護美國本土企業的做法 因為你會看到拜登的很多宣誓 都是在威斯康辛 在Michigan 這些搖擺州 在我以前念說的Ohio 這些所謂的汽車州 這些重工業的集中的地區 所以他們做出這樣的宣誓 當然我相信他看的不是未來 他看的先是他能不能連任 這比較重要 那至於第二個 你說大陸有沒有傾銷 其實這個習近平主席在歐洲的時候 他說過 他說大陸不存在傾銷問題 如果你今天說是因為中國大陸有補貼 事實上全世界各國對於這些產業 誰沒有補貼 你美國沒有補貼嗎 你晶片以科學法案沒有補貼 然後你的這個對抗通膜法案沒有補貼嗎 你一樣有做補貼 所以端賴於你這個補貼究竟要怎麼定義 但是更重要的一點 先不要講說 美國怎麼說或北京怎麼說 你就看看國際組織怎麼說 國際組織特別是這些綠能的 這個推動對抗全球暖化的組織 他們也出來說了 他說這個新三樣不存在 這個產量過剩的問題 現在全球產量過少 就是所謂的電動車 所謂的這個離電池 所謂的太陽能面板 是對抗全球暖化最重要的工具 對於這些對抗全球暖化的 這些國際組織來說 他們恨不得大家都能夠有便宜的 這些相關的原物料或者是產品可以使用 盡快的處理全球暖化的問題 所以現在事實上是 如果你以對抗全球暖化的角度來說 是產量過少 不是產量過多的問題 那你說再講到 他今天如果加了關稅 那麼對美國來說 這個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 對 你以為加了關稅 對很多必須進口於中國大陸的東西 它還是要進口 那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就價格變貴 最好的例子就是 當時川普在擔任總統的時候 他用了加關稅去恐嚇了很多 這個美國本土 在中國大陸生產的企業 比如說蘋果 當時就提出這樣的主張 比如說福特汽車 最後有把他們逼回來嗎 沒有啊 他們最後怎麼做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反正你多磕我多少關稅 我的Apple手機就賣貴一點了 你多磕我多少關稅 我的車子就稍微賣貴一點了 他們寧願賣貴一點 他們也不要回來 因為他們知道回來了 他們的成本會變得更高 所以現在你的通膨問題 已經沒有解決了 你現在還要去加關稅 你就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那最後一個問題 是美國現在最大的盲點 美國每天口口聲聲講美國製造 事實上美國長期以來 一直活在一個矛盾裡 你又要成為強勢美元 你要成為國際的金融強權 那你就要有強勢美元的實力 你一旦強勢美元 你就不可能美國製造 因為大家知道製造業比的是價格 比的是成本 所以為什麼很多國家 他寧可把自己的匯率壓低 因為他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 他的匯率壓低一點 對他的產品有競爭力 美國長期以來 一直陷在這個盲點裡頭 所以他走不出來 當他的美國製造走不出來 他又要維持這個美元霸權 他最後怎麼做 他就去逼日本 逼日本讓步 你汽車不能賣到我美國來 逼日本讓步 你電視機賣到我美國來 數量要限制 現在來逼其他的國家讓步 但是這一招是沒有用的 這一招是什麼時候解開了 柯林頓政府解開了 他用了什麼方法解開 他放棄了製造業 他改用了兩個引擎 他在美國東岸靠華爾街 靠金融業 在美國西岸靠矽谷 靠新創產業 這兩個產業 就算你美元維持霸權 對這兩個產業來說影響不大 甚至還有幫助 所以那是柯林頓政府 當時建構出來的 只是我不理解說 為什麼後來到了川普 到了拜登 現在每一個人都在喊美國製造 美國製造沒關係 那你就把美元降下來 不要現在1比32 1比25 美國製造就有可能達成了 我們持續來看到這個301條款 其實從1980年代到現在一直在 一直在玩 那我們看到拜登 他有一個最新制裁 我們現在來看到他如何看 中國大陸是否會 對中國大陸是否會造成衝擊 美國是否又會變成智商權 剛剛講到了嘛 大前委員特別幫我們提到 製造業的部分 他們又很想要做 這非常的困難 張靜老師又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301條款洞 基本上來講都是救急 而不是救窮 那今天能夠面對的是 終端的消費品 而且就是它具有存在可地帶的品項 也就是說我現在對著你電動車 但是我有這個就是這個燒油的車 無論如何 它不會讓這個整個 就是你的商品市場轉不下去 但是它對於支持生產的 終端的中間的那些料件跟配件 基本上來講用了這個情形就比較少 那我覺得所有經濟的策略 沉入剛才大前所講的 你沒有說是這個 就是說刀切豆腐兩面框 樣樣東西 我什麼都要 總是順得故意 失得少意 總是傷了東家 又這個就是富了西家 幾家歡了幾家仇 永遠是如此 但是到了最後 現在這個離投票只剩6個月 都是選票賺計 所以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兩利相權取其重 所以這個無論如何 這一刀砍下去 這是雙面刃 必然兩邊都會受傷 但最重要一件事情的是 到了這個選舉 這個每個人都會失智跟瘋狂 所以到了這個情形的話 各種下狠招這個來做 這個事實上川普到了他最後 上一任最後的時候 一招接一招 一招接一招 都是在自己選票 但是我們要必須要了解 選民是有他的頓性 你今天下了這個狠招 他要一段時間 那個選民才能有感 對不對 問題是你現在只剩6個月 你用這些狠招 你很可能是市長有感 而選民無感 那就是白費一招 就沒達成 那對於中國大陸 有沒有造成衝擊呢 我覺得中國大陸 當然是有衝擊 但是中國大陸 我們只要想到一件事情 到了那個像布宜諾斯 就是愛麗絲那個就是習近平 跟那個就是川普面對面談完之後 從那以後 除了劉鶴到那邊去應付應付他之後 再也沒有理過川普 就隨便你弄 對不對 弄來弄去 你能選贏 那再說 你沒選贏 自然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說我就覺得 中國大陸今天面對 就是北京跟華盛頓這個經貿戰而言 我們一直要講就是 你不但要能打人 要耐得起打 所以北京只要能耐得起打 老神在在 看著你嘛 對不對 你知道 你這個孫悟空能夠翻到哪去嗎 是 好 我們繼續來看 現在面對美國的制裁 中國大陸的方面 是人無可忍了啦 我們來看到的是 官美環球時報撰文 特別指出說 美國對華加徵關稅鬧劇 這次是連台詞都對不上 畫面上我們來看到這一位 前總編輯胡錫進 他就是以舉例 美國鋼鐵業遭到 中國企業收購為例來進行反擊 他特別痛批說 美國的鋼鐵業的問題 就在於過去 我們可以看到 他大部分的多年都擁有這個壟斷地位 而且因此不注重他的技術進步 並且提高他的生產效率 他還特別提到說 現在的貿易保護主義 只會增強這些企業的惰性 也就是說再高的關稅 都沒有辦法保護美國的汽車業 請問尹佑老師您如何看 美國汽車業會佈上鋼鐵的後塵嗎 那我們也看到說 美國制裁中國大陸 接下來中國會不會使出一些報復性的懲罰來做 我們這邊要先講的是 其實你把鋼鐵業跟當年跟日本的關係來做比喻 其實是有一點不太一樣的 現在的美中關係 你不能用像當年的美日 或是一直到現在的美日關係來做比拟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 美日當時的一個鋼鐵 或者是我們從80年代90年代 日本第一 什麼收購摩天大樓等等 後來美國用了很多 不管是在關稅也好 或者是在貿易上面也好的政策 來對日本進行一些制裁 可是那邊有個前提是 美日關係是非常緊密 甚至美國是在日本有駐軍 美日有安保等等 這個非常緊密互動的情況之下 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可是現在的一個美中兩邊的一個關係 絕對不會跟美日這樣的一個緊密 所以其實今天的一個制裁 會不會去布上鋼鐵業的後程 我覺得這兩者的比喻 是會有一點距離的 OK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那北京他會用什麼方式去做一個報復 我會認為其實現在北京他也沒有必要 直接跟美國來進行直接的衝撞跟互動 因為其實這些事情 對於中國電動車來說是最好的廣告 那同樣的 今天也不是只有美國會用電動車 美國會有這個電動車市場 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了這樣的狀況 哇在美國買比較貴 或美國這邊非常貴 那其他這一些地方購買 會不會相對來說 有比較高的性價比也好 會比較高的一個 比較便宜的成本來去購得 這些其實反而會是他的機會 那甚至是其實現在對北京來說的話 他也沒有必要去跟他進行 直接這一個汽車業的一個保護 反而是我個人會認為 北京唯一有一點可能的就是說 今天美中兩邊 在之前歷次的談判裡面 最能夠去達成一些相對共識的 可能反而是在氣候環保 以及芬太尼這些藥物管制上面 可是藥物管制上面的話 其實中國現在對他的管制 就是跟美國這邊希望的是有一點距離 那中國是在這邊 會有一些讓步嗎 或者是反而就把這一邊的一個 談判的進展做一些停頓 這一些其實或許也是 今天北京會去使用的一些方法 好 謝謝銀佑老師 最近我們來關心產業消息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制裁 也有最新動作 大家記得嗎 這個今年四月份 美國財政隊宣布 針對中國大陸進口的鋼鋁 要課徵三倍的關稅 現在來看到這個矛頭 只上了其他領域就是在中國大陸的電動車部分 課徵的關稅暴增三倍 會有現行大約25%的關稅 一口氣調高到百分之百 而且預估週二這邊來自外媒的報導 說拜登還會再加碼 針對中國大陸進口的這些關鍵礦物 還有太陽能產品跟電池等等 這些綠色能源產品寄出更高的關稅 另外一頭我們來關心的是歐盟的部分 近期才宣布今年夏天針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加徵的關稅的部分 課徵的範圍從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但是歐盟的業界哭喊說 中國大陸現在補貼電動車態勢這麼的強烈 應該要再把這個關稅提升到百分之五十 我們才能夠來做抵擋啊 這個政策遭到德國反對 原因是什麼 當然了德國汽車大廠B&W他認為說 這麼做將是班石頭砸自己的腳 目前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是B&W的第二大市場 僅次在歐洲國家而已 光是第一季 其實我們看到B&W三分之一的銷量 都是買家來自中國大陸 事實上中國大陸電動車崛起 先不談它的這個關稅的部分 我們來講講技術吧 確實創造不錯的成績 這個呢是來自於美國的新能源車的行業的媒體 這個叫做InsiderEVS的網站 近日刊登的一篇呢 是由來自於資深汽車媒體人 這位媒體人叫做凱文威廉姆斯 他的文章在近期 他表示說他去參觀了北京的國際車站 他在文章中指出 在當地呢他試乘了非常多的電動車十幾輛 他認為西方車企完蛋了 原因是他發現這些宣稱中國在電動車領域 過度投資啊或者是清銷劣質產品的說法 根本啊是完全不錯誤的 是不正確的 凱文他指出在試過了各種的產品之後 他發現都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高科技的卓越性 這是他在歐美製造商那邊完全沒有體驗過的 他表示市井西方車企現在一敗塗地 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 我們先來看到之前川普對中國祭出的 3000億美元關稅審查才剛結束而已 現在拜登又再大手一揮 再強烈的制裁 時空背景已經不一樣了 將對中國電動車相關被課徵的這些高關稅產品 帶來多大的衝擊 會和當年對大陸的衝擊一樣致命嗎 委員怎麼看 毫無衝擊可言 川普因為這兩天在競選總統 要提出這些 I'm a tax man 我是關稅專家 到處要課稅的概念 他如果這樣課稅可以保護美國的產業 然後可以阻擋外國進口到美國的產品 這個是很廣泛的 那拜登不能不跟進 那拜登跟進了就用所謂的現在大陸當的新三件 就是電動汽車 然後電池 動力電池 再加上太陽能光板的新三件 那他對這個東西提出課高關稅 關鍵礦物就是鋁 或者鋃 因為動力電池 中國大陸現在最強的是鋃酸鋁鐵 所以主要是鋃跟鋃這些東西 那我要好奇的就是說 中國電動車現在有進口到美國嗎 沒有 那沒有的話你課25跟課100有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差別 只是阻擋它進來而已 那中國大陸現在產能根本還不夠用 連買個電動車好一點都還要排隊 所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夠大 然後外銷市場 現在還想辦法從墨西哥開始 拓展到拉丁美洲去而已 拉丁美洲的開車人口不比美國少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目前不理美國市場 甚至於忽視歐洲市場 就根本不是重點 就是他無所謂 他在東南亞市場已經打開了 對 然後在拉丁美洲市場再打開 先你這兩個市場先站穩腳步就可以了 那至於所謂的動力電池 現在反而是美國才急切需要 你看喔 這個特斯拉說要跟寧德時代合作 福特說要跟寧德時代合作 然後基業美洲考慮買寧德時代的電池 那你好不好你課百分之一百 那你自己的車子賣的貴 要不然你選擇的不多嗎 你要用Panasonic品質不好 你要用LG品質也不好 那怎麼辦呢 自己又做不出來 所以還是最後怪怪跟中國買 那可能到最後還要申請 哎呀我是GM 我申請一批進口沒 逼關稅 只能玩這個遊戲嘛 這一切等到美國總統選舉完再能夠比較確定 太陽能光板是 拜登要自己拿磚頭砸自己腳 拜登說我能源政策 家家服務都要裝太陽能光電板 讓我們美國成為一個綠能國家 可是問題美國自己生產的太陽能光板 第一個又貴又不好損害率又高 那怎麼辦 只要從世界上進口規模最大的是誰 就中國啊 那從中國大陸進口 你現在要課他百分之百關稅 那不是等於美國要付更高的價錢嗎 因為太陽能的光板 大陸即使給你課百分之百的關稅 賣的價錢搞不好比你美國還便宜 那你怎麼辦 這是現實問題 所以美國這個東西對中國大陸 目前來講是不會有什麼傷害 那歐洲要課百分之三十 我覺得用途也不大 因為現在歐 這個這次習近平主席去那個 匈牙利訪問的時候 帶了很多企業家去啊 要幹嘛 蓋工廠 蓋什麼工廠 電動汽車 或者一般汽車工廠 長城汽車買下的匈牙利以前一個老汽車廠 因為老汽車廠停業 他把它買下來 要重新復甦 匈牙利人開心得不得了 很多人都在這行業就業的 然後再加上比亞迪也去設工廠 那你不要忘記喔 比亞迪在那邊蓋的工廠 這個零組件當然從中國進口了 可是他在匈牙利賣的時候 可以賣到歐盟每一個地方去 因為匈牙利是歐盟的議員嘛 其他國家不能擋嘛 所以對中國有沒有差 沒差 零關稅嗎 零關稅 匈牙利的汽車辦就要零關稅 所以你只是等於到最後還要想辦法 對他進口的零組件課稅 那零組件絕對不怕你課稅 中國他 政總統很清楚中國他的零組件 你要說多便宜就多便宜 所以更不在乎 可是如果中國拿你BMW跟賓士記息 BMW自己很清楚啊 中國是全世界第二大BMW的市場 也是第二大賓士的市場 還有很多人不曉得了 Porsche第一大市場就在中國大陸 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中國大陸人很喜歡Porsche 我也搞不懂 就是 就是一種品牌喜好你知道 因為Porsche本身產量不大 所以大部分在中國大陸 反正不是歐洲 那VW更不用講啦 全世界VW賣得最好就是什麼 VW跟那個什麼大眾七 上海什麼大眾七 說我跟哪一家合作 那個滿街都是啊 都是VW還有奧迪 都是 那德國 如果萬一中國大陸說 那我課你百分之三十 看你看怎麼辦 對 所以這個相互之間啊 德國就很擔心 至於這個凱文 Williams 他在電動車界是個評論家 滿有名的 他講的是 講跟那個什麼 康明志一樣的大實話 大實話 他說任何一款中國的電動車 絕對不是出自爛造 很便宜都做得非常的好 這是要什麼意思 拉丁美洲市場就是 中國的炭狼起物馬上可以拿到的 然後你歐盟再怎麼去弄都沒有 東南亞市場覺得大了 不過東南亞市場跟中國大陸 是RCEP成員 根本不可能課高關稅嘛 所以那接下來 搞不好他還能夠回銷日本跟韓國啊 日本跟韓國也很難課高關稅 為什麼 他跟中國之間的貿易比歐盟搞不好還密切 你什麼打關稅戰爭 那美國跟加拿大有能力跟中國打關稅戰爭 可是還有一個國家沒有能力跟中國打關稅戰爭 叫澳大利亞跟紐西蘭 這兩個國家是沒有本錢跟中國打這個關稅戰爭 那中國以後到滿街都在澳大利亞看得到 在墨西哥看得到 他就是比你便宜比你好 那消費者買東西 不外乎就CP值好嘛 那CP值好 那更可怕的就是他二手四場 搞不好墨西哥人就開到美國去賣 你真的會暈倒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政治人物他在想經濟問題 只是想的第一層很簡單 反正我為了競選嘛 我讓講老百姓聽得懂就好 反正我就 你看川普課多少 百分之一百 我也課百分之一百 那你們投票給誰 不分宣指 他玩這個遊戲 可是真正在執政的時候 這一套真的不管用了 是 唐老師我們看到 所以對美氣來說 影響最大的未來會是在電池跟太陽能 對於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反而沒有太大的影響 主要因為它外銷 拉丁美洲 東南亞等等 你又如何看這項政策的技術 我是覺得這個美方跟包括歐洲在內 他們提出一個什麼概念 就叫做產能過剩 其實產能過剩的背後是什麼 是價廉物美 可是如果說你是要主張自由貿易的話 這顯示什麼 西方傲慢 你自己比不過人家 你比不過人家 你就找了一堆理由出來 來躺賽 來提高關稅 來保護我自己的 相關的這個產業 那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你自己本身 你根本就無法競爭 為什麼 現在這個 我們要講說這個 中方的是什麼BRD 這個幾個車 他們是在中國大陸幾十間 上百間的這些廠商裡面 競爭以後脫穎而出的 他們不是隨便弄弄的 那他當然這個價廉物美 那你這個東西 你其他國家的 你這個競爭的場域有那麼大嗎 不可能 你像譬如說 我們講這個Mercedes-Benz 他也生產這個電動車 可是很好 貴得要命 這個價錢比較高好幾倍 可是你說你現在 你怎麼跟這個比亞迪來競爭 這根本就競爭不過 而且還有一點 剛剛這個委員會講 這個德國幾個名牌的汽車 在大陸都是銷售的 原本都不錯的 可是現在開始現在往下降 為什麼往下降 就是因為他自己本身 在大陸的這個市場 完全被大陸本地貨 要開始要驅趕 你像譬如說 我們前個月 德國總理不是去了嗎 他一個人去 那帶什麼人 說帶CEO 他的閣員都沒有跟他去 為什麼 閣員都覺得這個東西不對 因為他們都是什麼意識形態 作稅 又是人權 又是什麼 所以說這個總理一個人 帶了一群CEO 其實反過來 這是CEO押的總理去的 意思就是說 你趕快去幫我們 把這個市場穩住 你穩住不了的話 那我們這邊 可能會造成大規模的失業 是 好了 一失業的話 那你要不要來處理這個社會問題 沒錯 那當然 那當然這個總理就 必須要硬著頭皮 因為他這個 他什麼外長 什麼幾個部長 對中國的態度 都是非常惡劣的 是 那所以說 我是覺得 現在他們根本就是 已經好像這個洪流 已經擋不住了 所以說他們只能夠治標 無法治本 好 另外一個科技制裁 我們來看到另外一同事 同樣 針對美國總統拜登政府的宣布 說要全面的撤騷intel 還有高通向華為供應晶片許可證 這個措施可能會波及到的華為筆電 還有他的手機 不過陸媒報導說 華為其實你早就已經研發出了麒麟處理器了 除了用在手機 現在說開發了這個PC版本的處理器 效能甚至接近蘋果M3的晶片處理器 整體來看 我們現在看到華為這個筆電全球市場 第四 去年全球銷售佔比6.8% 一共銷售了870萬台 這當中870萬台中有670萬台都是使用高通的晶片 現在全面做一個禁止的話 他們自己的華為國產晶片 能夠有效的提升上來 甚至用到PC領域也完全自主嗎 總編怎麼看 我認為就是美國此舉等於說 再把之前華為在手機晶片方面努力 還有後來的成果再複製了一邊 等於美國人在同樣的問題 可能又再犯了一次錯誤 我認為這不是違言手機 事實上華為這兩年推出這個MAT60 Pro 還有這一次的這個PLUS這個70 其實事實上它已經展現了 在中國這個晶片領域 特別手機這個部分 雖然歷經了美國各種的制裁打壓 但它還是突破技術上美國的封鎖 特別它已經把晶片的製造 達到7奈米這樣的領域 而且通過它製成的一些優化 它可以利用現有的一些設備 讓美國的封鎖 其實會出現一些破口 因此按照這樣的一個發展 一個途徑 美國此舉等於說進一步 讓華為和中國的半導體相關的廠商 在PC方面的晶片 以及筆電 或者平板這些 它的晶片也呈現類似的發展 也因此我認為 對於華為和中國的半導體來講 等於說短期又要歷經一些痛苦 但長期來講它會慢慢開花結果 最重要就是它會取得一些 自由的一些能量 這對美國和中國大陸長期競爭來講 我認為利弊得失 事實上我們在手機這個領域 晶片領域已經看到了 對 其實我只能說 美國大選把拜登政府 其實逼得必須要劍走偏鋒 也因此它也管不得 未來長期它的利益受損 它寧可展現一個更強有力的姿態 它無疑是主要在選舉這個過程裡面 它可以攫取更多的贊成拜登政府的一些資源 好 我們看到華為晶片市主 從手機領域現在正式走到PC 請教委員您又如何看 我們來看它會不會碰到一些比較困難的地方 它真的能夠完全取代高通的PC的晶片處理器嗎 而且他說這個麒麟處理器號稱 可以比你的是蘋果的M3 您又如何看 蘋果的M3是用在桌上型跟筆記型電腦用的 高通是用在手機用的 不是PC用的 高通起價是CDMA的一個處理器開始 然後現在在3G 4G的晶片上是 據說獨霸天下有一段時間 但是自從高通跟這個蘋果這個晶片 不能賣到大約 蘋果晶片自己是不賣的 可是蘋果晶片的Apple M3它有個特性 它就是把CPUGPU跟Memory把它綁在一起 效能被認為是一個圖形處理器的 一個硬體上面很成功的 就是你在用蘋果的PC 跟用蘋果的這個Desktop 或者是它的桌上型電腦 你發現它圖形特別的漂亮 圖形的印刷編輯 很多出版社會的人喜歡用蘋果這個原因 就是說M3它就很特殊把它整合 而且M3是找台積電來做的 所以從最早它是從7nm開始做 現在已經進展到5nm 據說下一階段是3nm 所以越做越小越精緻 蘋果的這個麒麟處理器 它基本上是CPU 它自己有發展一個GPU叫馬良 為什麼叫馬良 目前聽說是個遊戲軟體裡面的英雄 因為我遊戲軟體我不是特別懂 馬良的這個GPU 但是極冷處理器跟馬良這個GPU 目前我們看到的是 第一次看到的是在Mate60出現的 Mate60出現這個東西 所以被打掛的是高通 因為高通自己不賣給他 不賣給中國大陸 所以高通急著跳腳 高通股票一直跌 眼看著本來以為可以壓著華為打 說你就做不出來 5G的手機 做給你看 這是5G 速度標準 這是5G的標準 所以麒麟處理器 加上馬良的GPU 已經取代了高通 但是Apple的M3 它目前的這個華為的 周上型電腦跟這個 所謂的筆記型電腦 是不是有類似相當的M3 基本上M3是自己是不賣給別人的 它是自己用的 但是能不能跟其他的Windows系統比 事實上Windows系統所用的晶片是各個廠牌都有 因為它只提供軟體 然後其他的硬體什麼廠牌都有 我們台灣也有幾家在賣 但是主要是Intel 競爭對手是Intel 對不起啊 麒麟真的不輸給Intel 所以Intel的CPU還要拜託華為你給我買一點 前那時間不是剛剛得到拜登政府特許嗎 賣了一批CPU給他 大陸很多網民在講 幹嘛賣它咯 我們自己做 市場不是這樣子的 市場不是這樣子 所以 一買一部分的Intel 現在聽說禁止Intel賣到中國大陸 你就禁吧 因為麒麟處理器的彈性很高 它要取代了Intel的晶片 我的了解是百分之百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能不能因為Intel本身還是輸給蘋果 還是輸給蘋果 因為蘋果在圖形處理器是用硬體在處理的 那這個 這個未來能不能兩個做比較 在業界裡面還沒有一個客觀標準說 誰如果即使是華為的馬良加上這個麒麟處理器 在PC跟桌上整個電腦來使用的話 即使比蘋果差一點點 但是不會比Intel差 這是很確定的事情 好 這一次會議上面 除了關心在烏爾戰爭 我們也知道現在中國大陸最關心的 還有跟歐洲的貿易問題 大陸現在最關心的新三樣 大家也很熟悉 電動車 太陽能電池 鋰電池 是否會受到歐洲的制裁 這一次三方會議上面 我們來看到習近平主席 他特別提到了 不論是從比較優勢 或者是從全球市場的一個需求角度 都不存在所謂有中國產能過剩的一個問題 會後馬克宏也在習主席面前重申了 歐盟要求正當的競爭 便基於對等的規範 並且點名 他又在這邊講說 法中在關稅還有補助的機制上 有一個不對等的規範 所以我們想要從馬克宏這一席話 來去解讀說 接下來他對於中國電動車的態度是什麼 還會遭到報復性關稅嗎 因為現在看起來 有點不太出現他的意思 委員怎麼看 對我想在馬克宏跟習近平主席會面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難發現馬克宏的談話 在某種程度上 他還是守住了西方國家的底線 所以他重申了兩個重點 這兩個重點 一個就必須要有公平的貿易競爭 這個是關於歐盟方面的反應 另外一個重點 他又重申了美國的呼籲 希望北京政府要嚴格遵守 未來在軍民兩用的這些設施上 是不是還要授予給俄羅斯 這兩個點其實都是西方國家 過去這段時間 不斷地在陳述的一些要求 所以從這一點可以看得出來 馬克宏在這一次 跟習近平主席的會面當中 是小心翼翼地在處理這件事 包含他把馮德來人找來 所以大家坐在一起來談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密室協商的狀況了 那麼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習近平主席也利用這個機會 把他的立場做了很清楚的說明 你說所謂的這個不公平的貿易競爭 美國難道沒有補貼嗎 美國在最近才補貼了一大堆東西進來 美國沒有補貼他的半導體 美國沒有補貼他的電動車 美國都補貼了 他不但補貼他還敲鑼打鼓人 把他列為一個政機 所以美國補貼就不算補貼 中國大陸補貼就是補貼 這樣的說法完全就是雙標的 兩套標準 那你更不要提到說 事實上在俄烏戰爭的過程當中 其實俄烏戰爭之所以打著天長地久的 關鍵是在美國 跟中國大陸一點關係也沒有 跟俄羅斯坦白講 我認為關係都很有限 俄烏戰爭要不要停戰 要不要休戰 完全存乎於美國的一面之間 你說今天就算習近平主席說 我願意促使雙方在奧運期間停戰 美國不願意停 折倫斯基敢停嗎 折倫斯基不停 這場戰可能停嗎 那我會覺得說 馬克宏今天是先把自己 佔在一個不敗之地 該講的話他都講了 但是我並不認為說馬克宏一定 完全站在美國跟西方國家的這些角度 所以我會認為接下來 那就要看雙方的台階是什麼了 就是這個北京政府願意釋出什麼樣的台階 那這個馬克宏 這個歐洲的國家希望接受什麼樣的條件 那等於是一個協商的過程 那麼如果你說只靠馮德萊恩就不用提了 馮德萊恩是絕對百分之一萬的鷹派 他就跟雷蒙多差不多了 那麼但是關鍵問題是今天是馬克宏 那麼我認為這次習近平要訪問歐洲最主要的關鍵因素 大家如果仔細看一下他訪問了這三個國家 他訪問了法國 他訪問了塞爾維亞 他訪問了匈牙利 光是法國匈牙利這些國家 其實在歐洲一向就是跟美國和西方盟國唱反調的 他們的立場跟主張並不完全跟美國 跟美國的這些小老弟們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習近平挑了法國 要走歐洲要走自己的路的主張者 挑了塞爾維亞 跟北約長期以來有嫌隙不對盤 挑了一個歐盟 在北約裡頭常常唱反調的匈牙利 那麼我認為他當然是有所考量 也就是說接下來 歐盟要不要對中國大陸採取報復性的 這個關稅的行為 不是馮德蘭一個人說了算 那你要看歐盟成員國大家共同的意見 那麼如果今天法國還有其他的成員國 有不同的看法 歐盟就不可能達成一致的共識了 所以接下來我認為要看 雙方要彼此釋出什麼樣的善意 然後達成一個什麼樣的妥協 現在美中對抗之下 美國在出招 這次是拜登 他祭出新一波更嚴厲的制裁 來看到的是這個是美中的第四次經濟金融 工作小組這一天16號舉行 美方這次是聚焦說 中國方面產能過剩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貿易代表戴琪他也表示說 美國準備要來採取新的關稅行動 我們來看畫面上 他說對華的301條款關稅的審核 貿易工具要來對抗中國的非市場政策跟做法 我們看到白宮現在正式的也宣布說 接下來要針對陸製的鋼鐵 還有它的鋁的進口關稅 一口氣要來調高到三倍 拜登也說接下來政府的高級團隊會和這個墨西哥 一起來合作防止中國的鋼鐵 還有它的鋁製品 可以透過墨西哥來進入美國 用這樣子的方法來避免關稅上面的制裁 我們可以看到美方最近一直在說 中國方面你在貿易上是不公平的 他給出幾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說 你的商品的排碳量實在太大了 這不符合標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說 中國大陸一直透過人為來壓低價格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氣候問題 先前美國才跟中國稍微達成了一些共識 這時候又開啟新戰場 大家來看這原因是什麼 曾登老師 美國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拜登政府做這樣子的宣誓 第一個你看它的地點 它的地點是在這個披茲堡 也就是美國傳統的這個鋼鐵生產的一個重鎮 那事實上 因為在披茲堡有一所大學 叫做卡內基梅隆大學 而美國鋼鐵公司 最近日本政府 日本公司要收購的這家公司 它就是這卡內基梅隆 去創辦的一家公司 那所以當然這個 那拜登政府也已經表明說 他不會同意讓日本的公司 去收購美國鋼鐵公司 所以你看它對日本的決定 跟這個現在要對中國大陸的這個鋼鐵 跟鋁克稅 其實都是一樣 是鎖定在這個關鍵的搖擺州 就是這個賓州 好 那麼現在就講到說 那到底對中國大陸這個課稅 它的這個 它的影響是什麼 或者說它為什麼選擇了這個鋼鐵 剛才講到了這個搖擺州的問題 第二個 其實傳統上美國最容易 課稅的這個產品之一 就是鋼鐵跟鋁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種 這個鋼跟鋁呢 它的同質性高 然後呢它很容易受到 價格波動的影響 所以你一旦加稅 它就會減少消費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白宮的這個新聞發布裡頭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課稅對鋼鐵課稅不會影響到通膨 因為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債率沒有很高 對 可是如果它的市債率沒有很高 那它對美國的傷害也就不大 對 所以那就又使得你要去課稅 增加課稅這件事情呢 就感覺上正當性又不足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點矛盾 但整體來講我覺得另外一個重要的計算就是說 它是要對準川普的 因為川普之前已經說要對中國大陸的這個其他的產品要增加課稅 或者既有已經有稅的產品 已經加過稅的產品要再增加課稅 所以它等於要搶在川普的前面 那當然它這個可能是一個過程 就是可能會花一段時間 因為現在它是說經過這四年的調查 現在有個結論 要根據這個結論來決定要不要有所行動 所以它很有可能會是 在比較晚的時間才真正下這個決定 那到時候如果大陸的這個廠商去提出申訴 再經過一段時間 會最後會不會磕下去 我覺得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選舉要到來 現在候選人都利用這個打著抗中旗幟 希望能夠獲取更多的選票 我們來看到中國怎麼做反制 中國當然很生氣了 商務部就反批說 你美國說的正常貿易的這個投資活動 一直在曲解我們 損害美國國家的安全和企業利益 你們都用這種說法 將自身產業問題歸咎在我們中方 他更舉例反擊說 你美方為了本國的這些產業 提供了數以千計億美元的歧視性補貼 商務部就說要針對此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你如何解讀 我覺得就是說基本上 美國運用301條款 事實上這個本來就是蠻爭議的 其實說你如果說你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你如果認為有這種不公平競爭的話 他WTO有一個程序 比如說這個橫平稅或者說請銷 那這個程序你要給這個所謂的 你所謂指控的不公平的這個國家的廠商 一個申訴的機會 是 因為這個有國際貿易法的標準 那301是單方面的 他不照這個程序走 那就美國自己調查 然後他就做了這種懲罰性的關稅 所以301不是中國大陸抗議 全世界美國貿易的這個對象 都在抗議 你這是單邊主義 是不符合這個WTO的有關的 多邊貿易國際法規的那個標準跟程序 可是美國就是很霸道 他這個301條款 他認為就是說 第一個你們都在佔我市場的便宜 然後呢我就是保留我這個 可以單邊制裁權利 那所以這種調查他一展開的時候 沒有一個國家不抗議的 因為他是違法的 違法的 算違法 從國際貿易角度來看的話 算是違法的 那當然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你要覺得 中國的這個鋼鐵產品 那麼對你的這個產業造成 這個造成這種威脅的話 那你這種方式的話 你基本上你只是用 保護主義的措施 而不是真正在尋求一個解決的方案 這種只能治標不治本的 對 那你今天有中國大陸 因為事實上 美國的問題就是 它的這個所有的生產成本太高了 你今天把中國的產品禁掉了 那還會有更要 還是要對你美國的鋼鐵造成威脅的 各種的 像韓國的鋼鐵也很強 現在甚至越南也有鋼廠 現在印度也有鋼廠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你把中國的鋼的這個供應 你把它制止了 那同樣的這個市場 你不是還給美國工人 你是把它讓給其他另外一個外國的廠商 所以保護主義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一次因為我覺得美國的這種 所謂的貿易的這種官司 它都是從哪裡 都是從它的產業界開始 美國有一個貿易調查委員會 USTR有一個貿易調查委員會 它就接受各種的這種產業來怎麼樣 來告狀 所以這一次主要是美國的鋼鐵業 這些工會 還有它的這個工會 那兩個工 一個工工 一個是工家的工 一個是工人的工 兩個工會都要告狀 所以它勢必要回應 那不過它採取的手段 在國際法上是非常有問題的 那不過整個來講的話 去年2023年 中國大陸的鋼鐵 事實上整個的外銷量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噴發 比它前年 去年事實上 2023年有人說 中國大陸的鋼鐵 這個怎麼講呢 總共外銷了9000萬噸 9000萬噸 比2022年要增加很多 另外就是說 人民幣在去年的相對美金 大概貶了5% 也造成了就是中國的這個鋼品 受到市場的歡迎 對 市場是不管這麼多的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也造成了這個 美國的這些鋼鐵業 就要拜登出來 不過我覺得啦 就是說這種貿易的這種糾紛 這種是常態性的 而且是 不只是 你說它完全針對中國大陸為未必 它只要產生那個現象 它就會 它就會去 它就會採取這種措施 那比較這種不友善的 就是說最近 日本要買美國的鋼鐵 美國鋼廠 美國鋼廠 美國居然 美國的產業就是想賣的 可是居然拜登去禁止了 所以它是一種top down 就有問題了 那這個問題 我認為鋼鐵在美國 它是一種top down 從下而上的 你也不能說 就是說這個看出來是 拜登政府對中國大陸 出爾反爾 或者極為敵視 它是走它一個內部的程序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 跟美國的這個貿易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美國這個國家貿易對手 現在已經把國際貿易法 擺在一邊了 完全走單邊主義 那真正你要去走WTO的這個 所謂的爭端解決機制 它有兩成的 它是二省的 現在美國刻意把它的第二省 給它癱瘓了 到現在也沒恢復 所以你打官司也沒用 所以就美國現在擺明了 就變成就是說 把法院也廢了 把這個法律也給它丟到 丟到一邊去了 就跟你玩叢林法則 這是最不道德最不對的 所以可是中國大陸 事實上我認為中國大陸 現在從政策的考量 當然有些案子也提到 WTO去告 大概都告贏了 因為美國現在對中國大陸 所有貿易措施 大概95% 是違反國際貿易法規的 你不管你的實質怎麼樣 你的程序就是錯的 你都是單邊主義 可是中國大陸現在 政策上是什麼 是以開放來對抗保護主義 所以這個是中國大陸的政策 就是說你越保護主義 我就越開放 你也保護我也保護 那兩邊的額就怎麼樣 就怎麼樣 就中國也說 所以中國有例子就是說 中國大陸現在是以開放對抗保護主義 所以在理智上 在法治上 中國大陸的商務部的講法 通通是對的 是 可是在實際措施上 中國大陸你看 相對的報復措施是很少的 是 他基本上還是希望兩邊的貿易 不要受影響 是 然後也歡迎美國繼續到中國來投資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verbal 就是說這是口頭上有很多交換交戰 可是我認為中國大陸採取相對的對美國產品的 報復措施的 我覺得可能性是比較低的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 全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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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觀點